你此番远行 朕实在不知如何疼你 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 上面这段如胶似气的对话 你可能很难想象 正是出自雍正批复年庚瑶的奏折里 世人都知雍正对年庚瑶的忌惮无情 却很少了解雍正对于年庚瑶也曾用情至深 但年庚瑶的的确确被定罪92条 被刺自尽 迢迢死罪的年庚瑶 雍正是否对其家族也赶尽杀绝了 年庚瑶被处死后 雍正是如何处理他的老婆和女儿的 年庚瑶又是怎样一步步 把君王的信任消磨殆尽 大家好 我是谭历史说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年庚瑶在雍正年间挂帅西北 成功平定罗补藏丹金之乱 并且坐镇整个青海 雍正皇帝也是对自己这个大舅子非常满意 对他更是无比是信任 甚至还让世世代代都记着年庚瑶的功绩 如果记不住的话就不是我朝臣子 年庚瑶和雍正的裂痕 是从雍正二年进京觐见开始的 此时年庚瑶被捧得有些飘飘然 骑马进京的时候 王宫以下的文武百官居然要跪地迎接 要知道连王爷都没有这种待遇 而他更是在马上看都不看下面一眼 昂首阔步地走进城去 此事传到雍正皇帝耳中 他自然是十分不满 但如果此时处置年庚瑶那边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身为天子 自己刚刚给年庚瑶封赏荣宠 反过来又要处置他 实在是有损天子威严 只不过接下来的几件事 还是让雍正对年庚瑶起了杀心 年庚瑶在大殿上不仅要给自己邀功 还要给不下邀功 给不下邀功就算了 他居然要写一本一眼望不到头的名册去给不下邀功 在皇帝眼里这样的行为就和逼宫无二 这种结党的行为恰恰是雍正最为忌惮的 而年庚瑶让雍正最为反感的 就是结党营私 当时朝中的许多官员都在巴结年庚瑶 朝中的不少官员也都是年庚瑶的亲信党羽 甚至还有年选这么一派的官员 还有年庚瑶在大殿上御前基座 无人臣礼等御前失疑的小罪也数不胜数 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年庚瑶是必死的 他的绝大多数行为都在进行作死 历朝历代臣子们最怕的就是吐死狗烹 鸟尽工藏之势 所以尽量都将自己的功劳分给手下或身边的副官等 历求不做到功高震主而被忌惮 而年庚瑶却恰恰相反 他恃宠而骄飞扬跋扈 在朝中大肆结党营私 最终也只能吞下自己埋下的恶果 如此飞扬跋扈的年庚瑶 自然也被许多清流大臣所不容 这些大臣纷纷上奏弹劾 雍正对这样的局面十分头痛 年庚瑶是他一手提拔力排众义重用的大臣 并且在平定青海之乱中立下了赫赫功绩 杀年庚瑶的话 恐怕会落得一个鸟尽工藏 兔死狗烹的恶名 今后谁还敢再为自己所用 自己还刚刚嘉奖了年庚瑶不久 这种行为无疑是在践踏自己的帝王尊严 而不杀年庚瑶的话 不仅大臣们群情激愤 雍兵自重的年庚瑶 更是已经成为了朝廷的祸患 雍正最忌惮的结党营私 也会愈发严重 年庚瑶一世成为雍正早年间 最为头疼的一件大事 此时的雍正皇帝正在大兴改革 致力于整治康熙皇帝留下的避正 但年庚瑶却和自己对着干 自己反对贪污敛财 而年庚瑶却大肆敛财 自己反对励志腐败 机构冗于 年庚瑶偏要大肆解党 终于雍正抓到了年庚瑶的小辫子 开始对年庚瑶和他党羽 进行一系列惩治工作 1725年3月15日 年庚瑶上奏大牌皇帝马屁 可没想到这一拍彻底拍错了地方 也成为了自己身死的导火索 年庚瑶在奏折上赞颂雍正的功绩 却将招前吸涕写成了吸涕招前 其实这本就是一个复合词 前后调换也不影响意思 但在有心之人的解读下 这词就彻底变了味道 而如果换一种方式解读的话 年庚瑶将这个词前后调换 意思就是雍正道行逆事 不够吸涕朝前 但年庚瑶本就是一介武将 对于是笔物还是故意写错 或是被人陷害这件事 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 但此时确实让皇帝抓到了他的把柄 雍正帝看完后勃然大怒 遂将年庚瑶周围的心腹全部调离 并且在同年四月份 将年庚瑶的抚远大将军印收回 从川山总督调为杭州将军 年庚瑶被调离后 群臣都看出皇帝要整他的决心 于是纷纷上奏揭发年庚瑶的罪状 年庚瑶也被雍正连降了无数集 甚至看了一段时间的城门 雍正对于年庚瑶越来越不满意 再加上年贵妃也去世了 能为年庚瑶说话的人自然也没有了 西北大劫不仅让年庚瑶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也成为了年庚瑶的催命符 雍正三年 年庚瑶也发现情况不对了 许多弹劾年庚瑶的奏折 如同雪片一般出现在皇帝的桌子上 而在雍正的授意下许多大臣心领神会 特别是一些对年庚瑶本就不满的大臣 这些人一共为年庚瑶罗列了92条罪状 年庚瑶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 绿道之前的情况 雍正也算是给年庚瑶留了一个全尸 年庚瑶所有的爵位和官位都被夺去之后 雍正赐年庚瑶自尽 其实不难看出雍正帝最后还是有留几分君臣情面 给年庚瑶的 要知道 只是作为年庚瑶的牧客汪增齐 因为拍了不少年庚瑶的马屁 让皇帝闹心不已 雍正帝是直接将其斩首 脑袋挂在菜市场门口 这一挂就挂了十年 直到乾隆即位才被拿下 而汪增齐的老婆和兄弟亲友也都接连遭殃 流放的流放 贬为奴的贬为奴 那年庚瑶被处死后 雍正是如何处理他的老婆和女儿的 相比其他下 雍正帝真的拿出了最大的气量 对待年庚瑶的家属了 除了其长子年妇 让雍正有所忌惮 被问着 其他的儿子就重拿轻放 发配了边关 而年庚瑶的父亲和兄长 大概是念在他们并无太大勾结 雍正也只是免去了官职 且保留了其父的爵位 给足了体面 其兄长更是在来年就官复原职 作为女眷的妻子和女儿 因为是爱心觉罗家的后裔 雍正帝就把他们送回了娘家 避开了一场牢狱之灾 可以试想 如果雍正没有念及 当初和年庚瑶的那些情分 他们的遭遇会有多惨淡 曾有人说雍正帝是残暴的 是小心眼的 对待年庚瑶不过是谢莫杀驴 否则不会让一大功臣落得如此下场 其实反观年庚瑶 他的行为也很难说是光明磊落 问心无愧 放着这样一个大老虎在身旁 想必任何人都会心惊胆战 而雍正帝也不是没有给过其机会 年庚瑶最后的结局和下场 其实也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你觉得雍正帝对年庚瑶的做法 算是留有余地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接着讲 感谢您的收看